本論壇Gear場圓桌論壇 從社會安全網層面 場次開始 請各位以掌聲 風情主持人 台大經濟系 林慧林教授 陳院長 還有我們長校長 還有我們吳瑞瑜 還有在座的來賓 還有我們三位教授 蔡教授 蘇教授和李教授 還有各位來賓 各位建議士大家好 今天 台大跟台北市政府主義辦 經理醫療層面 看社會安全網的建構 我非常感謝 歡迎大家出席來關心這個議題 我自己是經濟系的教授 不是這方面的學者 可是我是非常關心這樣的議題 我們希望社會能夠越來越安心 越來越的安心 能夠整個熱烈的社會 所以我非常高興的都有機會來做這個主持人 我們大家都知道 影響社會安全的因素很多 包括經濟 社會 教育 家族 個人 以及整個國家的制度 經濟因素我們都知道說 像就業之後 因為我們知道沒有就業 就業就沒有所得 也沒有罪責 那容易就是造成很多的罪責 那所得財富分配不公平 或公平民主 會影響到可能有一些罪幣等等 那另外還有像說社會的問題 就是社會價值的問題 我們的社會價值觀 如果一直是民主時尚 然後讓民主典滿的壓力 這個負責感 那我想這個社會一次會有些問題 另外我想教育也是算是軍的問題 另外家庭因素 包括跟家族成員的互動 譬如說親子關係的 或者疏離 不了解年輕小孩的需求和想法 這些等等 還有國家安全的制度 包括失業救濟 社會輔助 就業的訓練 輔導 健康保險 年輕保險 老年長期的專務等等 我想我們剛剛上一場 是從心理醫療層面和水管 當中其實大家談論的也很多 包括說從媒體 或者其他除了醫療之外 大家都談論的非常多 那我們內場呢 就會從生醫的原理 還有我們的社會工作 還有經濟方面來討論 怎麼樣建構一個安全的社會網 然後讓我們的生活能夠安居樂業 然後讓台灣大家更為安全的生活 那現在呢 我就想第一介紹我們三位今天的報告者 第一位是我們的蔡主任 他是台大生育倫理中心的主任 然後是台大醫學教育及生理倫理學研究科的研究所的教授 那專長於生命倫理 臨床倫理 家庭醫學及社區醫學 那另外一位是吳慧金教授 他是台大社工系的教授 專長於精神醫療 社會工作 社區心理學 問生 還有創傷輔導等等 最後呢是請我們的陳淑慧教授 他是台大心理系教授 專長於臨床心理學 精神臨床醫學 高等診斷心理學方面 那現在呢 我們就請蔡教授先給我們報告 那我想等於是 我想是十二分鐘好了 然後最後我們大概有二十五分鐘 來大家共和討論 謝謝主持人介紹 也謝謝主辦大陸的邀請給我本大樓的聖禮 來跟各位做這個報告 那也特別是跟蘇慧老師 跟劉慧金老師 我們在平常在IRV 還有在醫教學們的委員會 有機會一起共識 那我自己的醫學專長是家庭醫學 那過去這些年呢 我的主要領域是生命論學 所以當這個櫃田主任要進我的時候呢 我想我應該是 I have good taste for friend 我有一個交好友的一個習慣 讓他看到這邊我應該可以貢獻的一個角色 所以呢 我想從一個角度稍微跟前面 不管是精神、心理、社會、社工有點不一樣 那其實從一開始 柯市長的介紹就有提到 其實媒體的角色 還有我們所存在的社會的氛圍 我們感受到的之後 不管是安全還是恐懼 是一種幸福還是一種災難 其實很有關係 所以我想從英國的Science Media Center 這樣一個機構 他的運作來做一點反省 那大概呢 內容裡面呢 我會花比較多時間去講Science Media Center 因為這個單位我對他有一點興趣 那也有機會參訪他、研究他 那我通常一直沒有機會去談這個理念 也許我們在座有一些長官 有一些我們政策的一個決策者 可以有一點參考 然後我們回到說 其實這些事件 所以新聞媒體的報導 對我們到處理影響都很大 然後最後我們想提出一些 反省跟這個建議 OK 就放大一點 好 那其實 連續發生這些無差別 殺人事件 帶給我們其實是不安的 那也有很多困惑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那前面很多探討是說 從他的疾病嗎 從他從小的這個症狀經驗 還是說他的社會沒有給他接納跟關係 那我跳開來想談這個英國的Science Media Center 我們看看 在整個公共安全網絡建構過程當中 這樣的一個科學報導跟科學教育配置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先介紹一下這個Science Media Center 那他位於英國倫敦的Royal Institute裡面 那他是一個非營業的機構 他主要指責呢 是針對最新科學議題進行新聞的報導 他可能證明新聞告 然後提供給媒體 那本質像是一個新聞和局勢 但是行政關係上呢 並不跟這個Royal Institute互相互屬 他在2002年成立的時候呢 那個社會背景是什麼 是有狂牛症 狂牛症當初英國是非常 算是造成恐慌 然後機改作物 那MMR 那有一些報告是告訴你說 MMR的施打會造成資訊什麼的 那其實事實上是對科學 那大眾對於科學 還有一些科技的使用 也有很多的困惑 很多的疑慮 那甚至於在歐洲 或在歐盟 有一些討論 很多對於科學和科學的疾病 還有一些意義衝突的一些問題 造成很多年輕人 他不大願意投身一些科學的研究 那在這個背景下 成立這個Science Media Center 那他的一個理念呢 就是透過即時有效 能夠提供這個社會評論 正確的科學情報 那這樣能夠影響 這個媒體裡面的科學形象 那而且要幫助大家 社會大眾不會被這些問題說混淆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們的這個Rationale是這樣子 因為90%的英國民眾 是透過新聞來瞭解 這個科學知識 那可是科學家很少直接參與 那媒體常常缺乏好的一個科學報導 那常常報導一些 可能不跟社會直接相關 不是正確 而且播度包裝 戲劇化很動 所以Science Media Center 事實上他強調是正確的 而且是Affin Space 而且要要求科學才能投入 那他幾個關鍵的概念是什麼 是可信 快速的 正確的 權威福利的 而且呢 要是Media Smart 那您要緊嗎 他背後的結構 因為這些科學跟科技的議題 我們舉例 我們關心了十來的能源 那其實呢 如果這個背後支持媒體 可能有個大的進出 那媒體很難不受 這樣的一個 這個他背後支持者 那一些意見 我曾經寫過一些 跟機關移植有關的一個投書 那我之前投書大部分都沒有接受 可是那個很奇怪 然後那某個媒體就告訴我說 因為你講的是 台灣人的話到大部去埋塵 機關 那這五件事實上涉及到的交易 而且涉及到這個軍方 美國的 中國的軍方的一些 軍醫院的一些可能是一些問題 那他就很隱晦地告訴我說 這個時機不大色的 幫你看得懂 那因為感覺會牽涉到一些政治的意義 所以其實一個科學的東西 他背後其實是有政治的考驗 那媒體如何控制這個客觀 以2011年來講 那個SMC 他從八十幾個機構來募款演示 但是呢 維持有一定的努力 他最大的supporter是Weapon Trust 那Weapon Trust他已經建立很好的生意 所以他可以是比較大的贊助者 比如說是15%或10% 那其他都只有一定小的力量 那來自於什麼呢 MGO、大學、實驗室、媒體、學會 那非常多元、廣泛 他可以避免單一意見 然後可以梳立公正客觀的傾向 那其實整個機構 我們去訪問他的時候 他就發個專業人士 然後呢 坐落在皇家這個研究院當中 那他是跟他夫人 不特別隸屬 那他怎麼運作呢 他會根據一個議題 如果在台灣 影響很大的是這種社會局事件 那這個是他要處理的 他就會針對他來進行很立即的觀察和研究 然後呢做專家的訪談 他會者 那而且對於爭議性的議題 也有不同的專家來做詢問 那新增一個資訊的時候呢 他就要去發展媒體牌 那一個記者發表會上面 他其實是有記者跟科學家面對面的 然後很簡短的20分鐘簡報 進行討論 這個過程當中呢 他提供他們簡便的訊息 那他會去這個東西 網上就可以 這個是一個稿子 可以上新聞 那也提供他們不同的機會 那其實這樣一個單位呢 他因為他公信力 形象良好 那被訪的科學 也比較容易取 其實我們常常 因為受到一些媒體來來電話 那很多科學家會推遲 因為可能有些經驗不是非常正面 那也擔心說這個 不曉得 有沒有實際把他講得清楚 那所以其實這邊 科學家的接受都會有要緊 所以呢 那這個operation 它是科技者的做 然後跟科學家 研究者 專家 然後呢 然後呢 在這些議題當中 提供他們專業的一個證據 跟作證 那以這邊幾個例子來看 2011年那時候他完成了大概80檔 一年有80個主題報導 那有33個登檔跟上BBC 那有這個62個就是Daily Mail 那其實呢 我們常常引用英國的報導 雖然我們常常覺得有趣的是那些小報 爆一些奇怪的東西 但是以他一個證實像BBC Daily Mail這樣的報導 其實是很有影響力的 全世界各國都在裡面 舉例來講 像在那個時候2011 2011的HRM 那時候其實是一個出流版 那他在很快時間之內 那就公佈了十幾位相關的媒體專家的一個評論 那包括說這個是什麼樣的提電 給媒體一個sheet 然後那如何反播 如何來控制等等 而且呢 這是一個持續溝通的工作 他會整理媒體的疑問 然後呢 那收集了 然後開專家 然後跟他們討論 回答他們 所以等於說實際上呢 他是很積極的 用科學家專研的觀點 有本意 那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那個東北大地震 那福島的時候呢 其實全世界廣播 連台灣都擔心這個 買到的餘產會有問題 那其實我們看他的運動 在幾片之內 那他事實上是一個全球性的東西 他在澳洲的大國是 日本的大國是 英國有約定的Colding 那有100多次的這種 這個報道等等 那最後陸陸續續 我們看他的資料 可能有超過400多位記者呢 接收到他們的資訊 然後上網去 線上去招配記者會 也很多次 那報告說 這邊都記起來 可能全世界的國 2000多字 關於這樣的運動 那他為什麼會成功 我想可能這個時候 其實不管是台北市政府 或者說台灣 不管是主管單位 或者是市區民間的機構 其實可以想一下 他的成功研究在哪裡 我們這邊做的歸納 他是一個固定服務 比如說 你的禮拜一跟三 他有些重要的情形 他就會發佈 然後在輪流式中心 還有民間的專家群 然後呢 他以事實為基礎資訊 他不會做太多的研議跟詮釋 不會太多的意思 他允許什麼問題 然後呢 再歸納起來 他的經費結構很嚴重 對不對 如果你被一個財團 某一個這個問題 壞斷的話 那儘管你要推的是好的理念 但是都很會被投 所以他的不怪性 必須要被相信 那第二個 這是一個誤會 其實媒體得到這麼好的資訊 哎呀 平常去找科學家 科學家都不理我 然後呢 我現在可以得到資訊 這段是很好的 然後呢 這個 那科學家的原因一來 因為你看 到Royal Institute 去開一個這個新聞的這種理事會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做出一些評論 他被群群群引用 那對科學家本身的聲望也有幫助 那其實 比較早就能研究 同樣是發展了NJ 如果你的Paper呢 又被用Times 之後 那你被Citation的這個機會 就多了三倍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大的公關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品牌 跟公信力 他能夠建立起來 所以就他的這種位置 還有他的一個運作 還有他的整個結構 他建立之後呢 就能夠開始影響整個這個社會 所以我們去訪問他的時候 這個Dr.Skyer接近我們 然後跟我們討論 他就說了一個題目 他說 We get the media to do science better when scientists do media better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互動 一個過程 那其實呢 這樣的例子 我大概2011年去看的時候 就很有感覺 那我們回顧我們台灣的一些現象 我們的新聞其實當然 比較容易去負面打爆爆 那性感暴力啊 還有巨性 其實前面幾位江澤東都有提到說 很多細節都是一側的 還不確定就很快就爆爆 然後那這塊也會有影響 因為一旦對爆爆的人 他知道說他得到哪裡 那這個麥克風就來玩 那他就想著他可能要去表達什麼 其實這個是我們看到一些場合 那的確是讓人覺得心不忍 那加上說現在的新聞是24小時播了 那他的廣告化 那當然這裡面有些東西 就不要寫 沿路自由是必要的 但是自由一定附帶著一些責任 那這個各個領域方面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要特別注意是說 他配合一種商業化的力量 那產生的利益衝突 那更是這個是要嚴正的待法 要謹慎 很仔細的去檢驗他 那其實日本 其他國家都也是經驗的 經過這種一些爆爆之後 其實沒以後來有些難題 那也知道說他造成的連鎖效應 造成的一些模仿效應 造成一些這個傷害 然後包括說一些從業人員 太多附露在這種觀點之下 那他對他本人的影響 其實都有非常多 那其實這種恐慌很要緊 那其實大家也會看到 不少不同的專業 也對這些東西發出一些呼籲聲明 包括說其實呼籲說 對這些報導不應該太過鎖動 然後不應該什麼樣的報導方式 應該有所節制跟自律 那包括我們看到 這個是有一句統計 對於某個事件 他有多少次數 某一些聳動的一個標語 那當然這邊有不少反省 是認為說應該要截止 而且應該有同意心 來做這些報導 的想法 好 那我想因為事件關係呢 我這邊就最後做一點解采的建議 第一點 我今天沒有時間談 但是它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專業到底它可能不只是一個道德協助 是一個口號 它應該有一些設計 比如說有一些成績的制度 有一些治理的制度 那它可以是在行政官的一個成績 可以是在專業學位的成績 可以是在各種一個別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如果上到英國的GMC網站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他首頁裡很容易就找到說 這個月底 這個英國的GMC 他又開除了幾個醫生 懲罰了幾個醫生 他把它封開 告訴我們說 我們是有在做治理的 那如果有一些專業人員 他所作所為 有專業努力 我們有一些成績 而且告訴我們做這個事情 那新聞領域有沒有 媒體領域有沒有 我覺得其實我們可以好好選 那第二個 這個Science Media Center 我想是改變這種文化的機會 如果我們提供很好的正確的資訊 讓媒體有一個脈絡的主軸 而且加上前面如果有一些報導 管理的規範的話 那我想他應該會帶來一個陽臂的權貫 我們的報導品質才會更好 那慢慢久了大家就會陽臂去處理 不會只是去尋求那種心三色的 自己各地的這種感知 那我想慢慢要帶動這種改變的 需要有一種種子開始 所以這是我一個中心建議 那一方面也去找參考 那另外其實要做這個事情 我想學界也學著的參考 所以今天我們風景中 特別在這樣一個國際會議廳面來舉行 那其實也找的主要都是台大的老師們 那同時也意味著說 其實應該走出學術效果 扮演一些社會的職業跟小事是比較好 那這就是我們一個分享 謝謝 好齁 各位伙伴們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大家一起來參與這個活動 那我這邊是要從心理社會的一個醫療層面 看社會安全網的一個建構 從一個社工實務的一個角度 來去做進一步的一個探討 那我們其實有看到很多的一個社會的一個事件 也不斷這近幾年來不斷的發生 譬如說湯姆熊的一個殺恐 在台南湯姆熊的一個殺恐案件 以及一個小真號的事件跟正解的案件 以及梅凱道的一個殺人事件 跟所謂的一個松山車站的一個台鐵車廂的一個這樣的一個事件 其實不同的一個社會體系統 不同的一個生物事件 造成了我們很多的一個國民的一個內心的不安 以及造成一些的一個負面影響 所以我今天打算是從一些社區心理學 社區心理學的一個生態系統來看 這些事件來去進行分析 一個人其實從出生到墳墓 其實會跟很多不同的一個多元系統的一個互動 而我們從這些的一個系統裡面呢 可能會受註或者是必須要去學習適應 譬如在個人的一個維持系統下呢 我們其實原生於家庭朋友之間的關係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能不能夠妥視的適應跟互動 其實是會影響我們的一個行為 跟未來的一個情緒的反應 那進到組織裡面呢 跟學校職場跟不同的團體互動 而在這些的一個互動的適應狀況 往往會影響一個人的一個行為跟情緒的一個反應 那在鄉領地域的一個社區生活環境裡面 有沒有受到一些的接受性 譬如說更生人 以及城鄉的一個對於 社區居民彼此之間的關懷 還是有些差異的 上一行就有人提到說 其實城鄉之間彼此 居民之間的一個關係跟關懷性 是有一些差異的 但能不能夠及早的一個協助 或者是發掘一些生活上 有需要求助的對象 而提供一些適當的一個協助 然後從一個軍事的系統而論呢 政府其實呢 有必要提出一些相關的一個政策 去協助這些需要的一個受助者 所以我們其實發現啊 不管是在政節 或者是說小燈炮或火車爆炸 或者是犯罪者本身呢 其實大部分我不知道 因為性別的一個議題還沒有被討論到 那這些的一個犯罪者其實大部分是男性 那我們先不談這些的一個性別議題 我們先看看這些犯罪狀況裡面 很多其實是家庭關係梳理 或者是失業或者是物質難言 或者是貧賓或社會安全網的一個 都是社會安全網的一個漏洞之語 可是這些漏洞之語呢 是不是照應一些的一個家庭的功能 以及非正式的一個支持的一個單位 以及我們政府配套措施的一個資源 能力不符的狀況 那我們社會安全網怎麼去建置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來看啊 其實社會安全網的一個建構性呢 其實呢 需要在勞任 衛政 設政 以及教育跟法務的單位呢 提供不同的一個政策的一個實施 搭配我們光懷性跟預防性跟發展性的一個 社會的一個保障制度去補強我們的一個建構性 所謂的一個光懷性的一個社會保障制度呢 這一類的一個制度呢 可以去補償所謂的一個社會救助 或者是社會的一個輔助 福利服務以及就業跟輔助跟代業的一個輔助 以及社會補償等等的一個制度 那至於防衛性的一個 預防性的一個策略呢 的一個保障制度呢 這類的一個制度呢 從涵蓋的年金跟醫療保障跟職災 以及失業保險跟長照保險 我想剛剛其實都有提到制度 最主要的一個核心的價值 是在社會的一個連帶跟安全為主 那建構跟擴展呢 會使我們一個人生老病死 傷殘失業跟長期照護需求等等的一個 生活的風險因素呢 都能獲得適當的一個保障 然後社會服務 或者是經濟安全的一個保障 那至於所謂的一個發展性的一個 社會保險的一個 社會保障的一個制度呢 這個制度呢 可以含在一些母親的一個保障 包含了家庭的一個保障 像教育補儀或者是 社會的處 勞動的處境 跟所謂的一個住宅的福利 跟財產形成的制度等等 所以政府不斷的提出一些的一個措施 在協助 希望我們的生活 在這個台灣這個生活呢 其實更有幸福感 那可是呢 接下來我們要看看一件事情 我們不管在設政勞政 或者是衛政 或者是不同的一個系統之下 我們的人力資源 剛剛也有提到 我們有一些的黑洞 怎麼去民族 我們來看我們的人力資源的一個協助 夠不夠 我們來看 104年的一個通報 因為103年之前還沒有看到 104年的一個通報量 跟我們的一個社工的一個負荷量 其實平均每一個社工需要負擔 112位 其實台北是在協助一些 保護性的一個社工人力 雖然人力負荷量是在各縣市 最低的一個部分 可是呢 跟歐美的一個比較之下呢 我們來看 還是相當高的一個部分 在歐美的一個國家呢 防護性的社工是1比10到15 那在台北市呢 其實最低是85% 我們再看其他各縣市 其實是相當高的一個部分 接下來從勞生系統我們來看 其實過去有研究提到 而且我們平常都會說 失業率越高 是不是犯罪率越高的狀況 其實不盡然 還有其他的相干擾的一個因素 譬如整個社會的氛圍 還有前一位竹江澤有提到 關於媒體的一個不世界的一個報導 或者金融海嘯等等的一些 社會的一個因素的一個影響 再來看看 衛政的一個自殺防護系統 我們來看95年到103年成果自殺的一個原因 分別在於情感性或人際關係 是為第一位 約五成到六成 再來是精神健康跟物質濫用 再來就是所謂的一個工作跟經濟上的一個因素 雖然以每縣市的一個通報關懷率 最高的人數八個人來比 其實呢即使當前我們的自殺防制其實有在 我們的防衛措施其實有看到一些的成交性 我們自殺率在下降 但是我們的一個人力負荷量其實是相當高的部分 我們以台北市來看 人力負荷量在103年還是208人左右 那再來呢 毒品的一個研究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有些社會事件會跟 無初遇者 假設初遇者 或者是過去曾有一些毒品濫用者的一個 狀況是有相關聯的 那我們從醫療社會的一個觀點來看 物質濫用是一個慢性或發性的一個精神疾病 會對我們的健康跟社會功能造成一些的一個損害 但是呢台灣各建設的初遇人數呢 其實相對於各管市的人力比來說 西北市最多 然後高雄市其實台北市其實是人力其實是還好 但是呢我們的負擔量其實是相對是還是比較高的 然後呢通常每個人的一個服務量通常150到200人左右 然後按法務部的規定呢 每個月至少要追蹤一次 可是這個追蹤的方式是以電訪 我們未必可以看到實際的人 而且如果上次電訪沒有過的時候 才會採用家訪的方式 那其實另外一個要去討論的是說 這些的各管員大部分在服務行政的一個業務 還有人力的一個流浪性相當高 那我們怎麼去了解說那個品質 怎麼去兼顧的部分 這是我們要看到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從衛生的一個精神社區的一個 關懷訪事員來說 其實呢我們過去的一個外申署其實有提供五級的分類 那第一級跟第二級呢 其實有訪事人員 廣告訪事人員 其實比較積極的一個訪事的一個部分 像第一級的個案是兩星期內每訪事一次 然後前三個月每個月訪事一次 那第二級就是說 第一級訪事完三個月結束之後 轉為第二級 每三個月才會訪事一次 可是有一個部分是漏網之魚 就是第五級 第五級的一個個案呢 其實呢他出去之後 或者是他人需需要服務 然後他是屬於特殊個案 然後人有症狀干擾 他是劣道需要照顧 但是沒有辦法去接觸者 那就沒有辦法去聯繫 所以他們可能過去有疾病史 但是很難去接觸到的一個部分 這是我們看到這部分要去注意的 另外一個 雖然我們說呢 其實訪事的一個人力的負荷量 看起來其實還可以負荷的狀況 但是我們訪事的內容跟標準跟實際執行狀況 是不是有些落差 這個我們必須要去檢討的一個部分 另外一個從法務系統來說 其實我之前其實在跟一些 假釋審討委員會也是一個 警政系統的一個學者在討論說 其實很多假釋 服假釋出獄者呢 剛回到家庭裡面 其實面對到家庭的生活就業 跟經濟跟社區居住的一個緊張 那有些的犯罪學家 他其實的緊張理論有提到 沒有工作者有時候會因為 缺乏維生的一個能力 而必須要去面對高度的經濟緊張 或者是容易選擇犯罪的方法 還有另外一個 國內有很多的一個研究有提到 出獄人呢 出普遍缺乏一些穩定的工作時候 有可能增加再犯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國外有一些的一個學 國外有一些學校 其實在跟獄中其實進一步合作 就是進行所謂的reentry 就是重新再進入社區生活的一個協助跟幫忙 在他們補甲式出力的時候 那我自己本身也曾經做過一個研究 關於性侵犯性害人出獄五年之後的一個追蹤 那後來發現呢 單純的一個性侵犯加害者 他再犯同樣性侵犯 其實比國外相較起來是相對低的 可是呢 去再犯其他全班性的一個犯罪行為 普遍的一個犯罪行為高達30% 是相當高的一個比例 所以我們來看 社區其實需要積極的一個防護措施 如何以社區為基礎 必須要透過一些領領長 積極的一個關懷一些的家戶成員 推廣一些心理衛生的一個教育的補習 以及呢 更新人重回他的社區生活 怎麼被接受 怎麼受到協助的部分呢 然後呢 要定期的一個召開 需要協助或特殊個案的一個 整合性的會議 但是很重要的 每一個扣還時間 怎麼去彼此的一個合作跟落實方案 然後更加應該有行動力去執行的部分 所以我們接下來談到就是說呢 在世界外生組織裡面有提到 比較合適的精神健康的一個最佳規模 其實不管在自我照顧 或是非正式的一個社區照顧系統 的一個部分呢 其實剛剛也有 夥伴有提到說 其實如果呢 社區成為一個健康照顧的一個網絡呢 其實它的一拍銷是相對低的部分 可是我們現在的一個狀況 好像沒有注意到 基層的一個心理衛生的一個推廣的一個部分 所以呢 最後呢提到我們全國性的一個 積極的一個守護 必須要重視個人對於 心理健康一個議題的一個察覺心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了 其實很多的民主黨 或者我們社區 甚至學校 對於心理衛生的一個概念 或者敏感度 好像還需要加強的部分 另外一個加強 其實我自己本身又來提供一些 性能障礙等的一個家屬的一個 照顧的一個團體 其實很多的家屬照顧者 非政策的支持系統也需要協助 怎麼去拓展他們的一個支持呢 你或者觀察你甚至敏感孩子 剛剛要病發或複發時候的一個 協助的一個部分 那至於社區的什麼人呢 應該是以社區為基礎 然後要去普及學校跟職場的 心理衛生的一個教育提倡 還有我們更生人的一個協助的部分 最後在政策的部分呢 必須要去跨整個專業跟部位的一個協助 還有另外的我知道我們現在財務經費 其實人力的部分其實相當有 現在擴展其實是有一點點的一個限制 那還不如就是說我們來做盤點的一個狀況 然後更加弱實在各個領域的一個各館 能夠去執行他們的服務 讓服務更有品質的狀況 所以行動力是很重要的部分 好 謝謝大家報告完畢 謝謝吳教授 他從社區心理學 然後從個人公平社區 然後拿到國家的政策 那我想等一下我們再跟大家一起討論 那接下來我們請這個 臺大信息教授 陳明達成教授給我們的報告 謝謝部長林教授的介紹 那我個人感到非常的 應該是說榮幸 但是也有很多專業上的社會責任 那有限能夠參加這樣的一個討論會 我自己立即的一個感想 是大家都準備太多 包括我自己 所以等一下如果開快車就請各位包容 因為我想我們都有很多想法 但10分鐘 12分鐘 可能只能用快速 那我個人在思考這個問題的重點 應該就在題目上面 那也很高興擺在最後一個 因為剛剛前面的幾位學者專家所談的 大概在我今天的點上面 其實也是相同的一些 會相似的一些想法 那稍微有不同的是 我稍微想要往正向一點的思考 因為在社會重大事件 我們前面的關懷很多都是在 加害人如何形成 那我覺得那些的理解是重要的 因為它會涉及到將來的社會教育 那不過我因為 長年在做創傷心理的研究 就開始也想 其實創傷這件事情 當事人受創的加害的 他們周邊的最小的圈圈 當然是很嚴重受害 可是還有更廣的 包括你我可能從媒體 從周邊成為一個觀察者 觀看媒體新聞或理解這件事情 專業上的研究發現 我們其實也有某種的 的 probability會產生味體 那所以我在想說 那怎麼樣讓多數人如果有機會 心理比較健康 這個社會就有機會比較安全 那這個是我今天要講的一個重要的 point 那剛剛前面已經講的天災冷破了 前面的例子大部分是冷破 那天災也一樣 因為天災比較有一些歷史紀錄 明顯的在這個上個世紀到這個世紀是相當多 那因為越來越多 所以感覺上我們好像都活在一個 會造成創傷的社會了 那怎麼樣藉這個機會 這些檢討或短靜之流的制度的變化 看看有沒有機會讓創傷 有機會變成創傷後成長 這樣才在受苦的付出才有價值 那我在想在有很多包括 其實這是一個提問 就是說現在的資訊媒體 包括廣告越來越發達 那似乎是讓人跟人的接觸的機會 互動的機會其實是提升的 對吧 以前只能在偏遠的地方 要騎著馬車過好幾天 才能夠跟一個人有聯繫 可是現在在整個資訊 在歷史上資訊到現在媒體 我們要尋找社會資源 這個機會是多的 那本來social support 社會支持 其實是幫助人可以碰到困難 那不至於被擊掌的一個重大的力量 這個在研究文獻上面 在國外國內都發現 這是一個重要的力量 但是好像在短靜之內的很多討論 也都發現喔 看起來看起來這個時代 我們很多人都顯得比較無助 都顯得比較孤單 那資訊媒體或者是機會增加人的互動 可是這兩個教程之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對人有幫助喔 那當代的社會 我想有很多學者專家 指出來那個不確定性分裂性 還有讓人缺少那個自我性 以及整個整個狀況喔 這個社會充滿了這樣的一個特徵啦 那所以他就比較容易行購出一個 讓人會朝向那種脫離這樣的一個社會的自由 我們擁有這樣的自由 那還有這個社會好像強調 某種強調比較是邊緣化的這樣的一個氛圍 那也因此這兩個就很容易造成沉溺 這個沉溺有各種沉溺 沉溺在藥物上面 沉溺在人的某種困難上面喔 這個沉溺跟addiction 這是有點關聯的 有人有人我想社會事件裡面 有一個奇特的狀態 我就獨獨沉溺在某種狀態 那求之不得我就把它毀了 我想這種社會事件也很多喔 或者是扭曲的價值喔 那這個現象剛好因為 跟我們的趙老師一樣 這個禮拜的前面整個禮拜 我都在日本參加研討會 那剛好就等發生了那樣的一個沉溺事件 我自己不知道那個可不可以算回無差別 因為他是很鎖定的 這個人回到他服務的單位去 就砍殺了 砍殺了住在那邊的多數是老人病人 那死亡很多 受傷的也很多 那他就後來媒體的報導 媒體請學者報導 看起來那是一個扭曲的價值 因為這個個體陳述出來的是一個 自以為的正義感 所以他處理掉了這些困難的人 那正義感好像是我們強調的公平正義 但是那是一個扭曲的方式 扭曲的策略喔 那會把這兩個想起來是說 那這些這些可能的問題 對於那種如果找不到適當出口 跟方式的一些受創者 會不會這其實是一個還滿危險的可能性 因為他彷彿是正義的執行者 可是事實上是加害於別人 那當事人又可能是一個受害者啦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分為想法 有一些文字在我的那個摘要裡面 有我就快速講喔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如果有人本來就有困難 曾經是受創作受害的狀態 那假如他在處理他的方式 我們因應壓力 其實大家有各種方式 那有各種各種健康的方式 因此成就了我們還可以好好 善待別人或自己喔 可是困難的個體 很多時候他們會選擇不利的方式 本來他們選擇逃避的方式 去因應他的困難 因應他的受害或受創 那也許就會成立在一些心理疾病上面 或者是一些藥物濫用的方式 可是也有一些人會選擇直接發洩的方式 那發洩的方式就很容易 用攻擊的特徵出去 那就有機會去傷害別人啦 那這些方式本來是多數人 也可能採用來處理自己內心困難的一些方法 可是這個方式不適應 這個方式不利己不利人 所以他出來反而會造成傷害 所以非常有可能進入到一個循環 一個創傷惡性循環喔 前面有老師提到那個暴力惡性循環 那我想同樣的受創這件事情的惡性循環 就會變成加害有一點機會是源自原來的受害 受害的孩子如果錯誤的學習 如果模仿了錯誤的方法 那甚至他的腦子很多結構在非常幼齡的時候 因為這些直接暴力或觀察暴力 或者是不良的環境 那他有機會 某種機會喔 不是人人有種機會會變成是一個受害 那很多時候傷害有侍族嘛 那觀察者本來是觀察者 不管是主動觀察還是被迫 透過其他傳播媒介的被迫觀察 那侍族就有可能波及無辜 那這樣一說來好像這個困難點就會變得很大啦 那稍微讓大家快速看過去這些數據喔 我想我不多談 這是在國外的研究 因為國內也沒找到什麼研究報告可以看喔 反過來看 就是說受災之後受創之後會出心理問題 不然那是憂鬱或者是創傷後的一些問題 那這些研究報告是反過來 從監獄的從社區的這些社區裡面 去看到這種可能有potential犯罪的這些群體 包括就是說那個酒駕闖獲的人 或者是已經在監獄的人 那都發現這裡面有某種比例 相對於一般社區調查的 一般民眾的發生疾病的比例 它有相對的高而且是相對還蠻高的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回頭來想 似乎是支持了說如果要來做一些防治 可能需要一些想法 那我想這個這個創傷其實是指說 如果一個個體他碰到困難 他內在的還有他周邊的資源不夠 依止他垮台他出問題 那在這個角度上面可能我個人就會覺得說 那我們需要做的可能需要去如何加強個人 心裡頭的本領 以及怎麼樣從社會制度組織裡面來創造 這個社會可以協助的可能性 那這些我想我不提 這些都是指稱碰到困難的時候 往內可能會是自己很付出代價的一些心理疾病喔 那往外也有可能出現負面的攻擊的一個狀態 那其實多數人受災很多時候是自然恢復的 所以我的point是在於 不是人人受災受創都要出問題 都要變成傷害別人的人 其實是極少數 可是多數的我們還是需要活在一個 感覺放心的環境裡面喔 那這些比例也讓大家知道 因為這都是國外的data給大家一個參考 經歷一個事件的這個比例 在美國的data是至少大概60%的人 一輩子至少可能會碰到一個 可以定義為創傷事件的事件 可是真正生病的人在一般群眾裡面 大概是5%到10%喔 女生偏高一點喔 那所以意思是多數人可以ok的 如果這個環境自然給他恢復的一些機會 那當然兒童是一個更弱勢的 他們出現問題的概率是會比較高 那這裡面有一些是 如果他本來就是受災受衝的直接的victive 那他出問題的機率就比較高 其實出現了創傷相關的問題 他的代價是高的 因為這個個體可能一輩子suffering 這樣的一個困難 那他的家庭他的社會 也許要付出一些成本喔 那我想這個我可以跳牌 因為事件很多 那我們今天大概有個聚焦 比較是在一個人為的重大的事件 不過我想概念上應該是可以擴充回各種世界 那在這些世界裡面 剛剛一直看到的是加害者 男性比較多 女性比較少 可是事實上在創傷的影響裡面 當然女性的比例是男性的兩倍喔 在美國的資料 可是男性有可能是聚焦在某幾種特別的困難點 比如說社區暴力比如說戰爭 那還好我們的環境大概後面的問題比較少 可是社區暴力如果可以防治 就可以協助一些男性 減少這樣的一個概率喔 那這些男性會出問題 多數的時候是長得比較大之後 所以通常是在後青少年期跟成年期之後 他會碰到困難 可是有另外一群的性別 女性他所碰到的困難 往往是跟性相關的一些創傷事件造成的 那這些事件的受害者 很多時候研究調查上面多數發生在兒童期 所以他的代價跟困難點就更深遠喔 那稍微想提問一件事情 就說那如果我們要來談一些幫助的方法 那整個心理的歷程到底有沒有什麼可能性 因為過去在古老的學者都也談到說 個體如何正確解釋他的 surrounding 不是誤解正確的解釋跟清楚的記憶 這件事情很有機會可以產生強的力量 來協助個體往前發展 那所以我們如何讓大部分的人碰到事件 如果即便那是一個社會事件 我們能不能清晰的正確的解讀這個事件的相關條件 這個變成很重要 而這件事情可能是公務門還有媒體這種 有這些能力來做呈現的一個很重大的社會責任 那個體如何協助自己有更大的本領來應付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喔 那也同時提到說因為碰到困境 剛剛已經稍微提到說 加害群體裡面可能有一大部分人 他們相當高的比例大概二三十% 曾經是受害者喔 那大部分的人在被傷害的過程中 其實是影響著他自己的可能的心理能量 一個是包括掌控的能力尊重的能力 還有親密的能力安全感跟信任 那如果要來談我們如果從今天題目說 我要來談什麼叫做心理任意的話 可能要從這些點的重塑跟restore 來思考這件事情 怎麼樣讓人能夠重新掌控回來這些力量 這些心理能量 那這個是還蠻重要的一件事情喔 講的有點抽象 但是這個恐怕就是記得更前面 也有在做的人提問就是說 那到底能夠做什麼 我個人覺得教育可能是一個非常必要的 雖然他不會今天交了明天就會 可是今天不交明天一定不會喔 所以我覺得是一件還蠻重要的事情 那如果碰到困難 其實在心理復原的幾個能量裡面 各位如果念過去 這裡面有好幾部分 是個體需要為自己做的事情 可是也有很多部分 需要來自社會周遭提供一些能量 讓個體有比較高的速度 能夠回復這些困難 這裡面譬如說問題的解決 有些問題是個體要解決 有些問題是社會組織需要去解決 那如果這些問題個體做不到 家庭做不到 那有沒有公部門 譬如說醫療的單位 或者是各種單位可以行出他們 那在這邊我覺得我也很想呼應更前一場 其實台灣的精神醫療應該算蠻強的 因為我自己在國外念書也實習過 其實台灣的精神醫療的 accessibility是非常高的 然後又很便宜 那困難點在哪裡 困難點在能力不足 這個點的整個精神醫療的健康 我剛剛社工體系的也發現能力不足 前面的精神醫療體系也不足 那我個人稍微廣告一下 我是台灣臨床心理學會的理事長 我真的要說臨床心理工作 他處理疾病到一般健康的促進 人力相當不足 因為到醫院去排隊的個案 光要被評估的時候 排了三個月六個月 不是不工作 因為他們全天排滿的工作 但是個案要排 那這個問題恐怕不是專業自己的問題 這個恐怕是我們的社會 因為在專業組織上面需要重新再思考 一般很必要的事情 好 那也稍微提到 因為這既然是跟台北市政府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因為也有學者談到 創商有很多類型 那其中一種人際背叛的類型 其實我覺得背後不是只有人際背叛 政府也可能背叛人民 或者政府也可能被人民感受到背叛 這個也是最近有個學者 Dr. Jennifer Frederick 不久前上個月才到台大型理系演講 把他請來演講 他其實在強調的是機構的背叛 需要有能量保護個體的institution 可以包括學校、社會、醫院等等 在某些功能上面如果沒有適度反應 就會讓個體在裡面 不只是受害的傷害還會顯得更無助 那就會形成一種所謂機構的背叛 那那個問題其實是長遠的 個體就會失去 我剛剛前面講的那個信任 那一旦個體對人是去信任 對社會組織是去信任 那有問題 他要找誰 他就可能自己醞釀出更多的問題 所以這邊大概也想呼應一下說 怎麼樣讓組織系統的function 能夠更有效 更不是官僚 那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可能需要一起來想的 那好 那我的主題在講心理認定 快速提一下 因為心理認定這個reliance 它其實重點是防範未來還有快速反應 如果事情就可以防掉那最好 可是這個想法過於理想 所以一旦有問題可不可以快速做反應 來減少過去不良的一個困境 那這個是個體碰到困難的時候 需要培養出來的 我剛剛前面講過 這件事情可能從社會教育 學校教育 家庭教育需要一起來做 那效果呢 我在猜想 不會一年不會兩年 它可能是一個generation 一個generation的下去 但是不做一定不會達到好的理想 所以可能現在就得開始做 那有比較多的 比較多的健康的個體 我們的社會才會變成是一個比較健康 或比較有韌性的社會 比較有韌性的社會 我個人也覺得不是溫波幫 因為社會問題一定會有 有困難的人不管是可預期的不可預期的 某種比例也許這些東西是在基因 尤其這些東西是在環境 那能做的是環境 所以這個社會必須是 能夠在預防上面多做些事情 能夠在如果有問題 它的反應速度要快一點 有效一點 那這個有效跟快 當然這樣一直講 功夫人也很無故 因為都很辛苦 那我也覺得媒體一直講 媒體其實才是創傷的受害的危險群 因為你們多數是在現場 可是我個人覺得 如果用某種專業的態度跟知識去報告 那個基底的保護能量 就會讓媒體的被尊重性會提高 那我在日本當然聽不懂日文 看著 猜漢子 也的確看到 沒有看到什麼血腥的內容 那這點不是打馬賽克就可以的事情 所以我也在猜想 他們可能在那方面的報導的承受度 也許是值得被學習的 那創傷之下社會可不可以成長 個體都可以 因為文獻報告已經知道 受創的個體隨著時間 其實他學到了 他可能可以復原 甚至更超越變成成長 那這個社會可能也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可以得到 因為從英文的成語 然後從中文其實有多例子都告訴我們 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那我個人會覺得 因為所有的困難事件 不管是天災或人禍 他發生他就是有一個process要走過 那這個process要走過 這裡面包含了個體包含的環境 這兩件事情或這兩個面向都要同時配合 那如果從比較是臨床心理的專業來看 那集體的事件在初期 可能集體的某種作為 他可以是短而有效的 那這裡面會剩下一些比較脆弱 心理脆弱一點的個體 那長久下來 他就會進入到比較是個別性 或深入性的一些心理介入或治療 那就這些點 剛剛前面在講 其實很多專業都有心 但是如果能力不足 不要再把有限的人力再資源去做別的事情 我猜最後那個垮台的是專業 所以這個可能是大家需要 一起來思考的一些事情 那也稍微提到 因為台灣這兩三年確實有很多大型的事件 那大型的事件裡面 初期我想台灣被稱讚說 是一個非常理想的人性的社會 這個大概我們當之無愧 因為很多大型災難的住人 我們都已經在住台灣還住到外國 尤其是日本或周邊的國家 所以這個烏托邦的概念 在災難的時候很容易見到 包括短期之內 我在觀察那個 幾個重大的兒童受害的經驗 其實社會媒體或鄉民 都發揮了非常高尚的人性 阻止不良的報導 然後大家尊重家屬的一些反應 我覺得這個是還不錯 那就長期而言 當然有正向有負向的一些反應 是專業上跟一般群眾需要有的知識 如何避免走到心理創傷這一塊 好 對不起跳太快了 那我在想會辦這個這一類型的討論 我們可能一直覺得這個社會 處在一個危機的狀態 那共同思考找轉機 然後那可能更高的影響 我們希望能夠找先機 那我個人一直覺得真的 比較多健康的人 這個社會就會相對的比較安全 這件事情很fondamental 所以是大概要一起來想的 那最後一兩章 就是在極端的事件緊急的狀態之下 過去我們一直在倡導那個安靜能希望 面下來的安的第一個安其實就是安全 個體受災受創安全感抓回來了 後面的心理的鎮定 或者是他自己處理問題的能耐提高 包括社會聯繫的增加 還有他要有希望 這件事情就讓你們有機會自然復原 那不夠的就是專業跟工夫們需要來協助的 好 最後一點點感想 因為我自己一直覺得這個fondamental這個話 是很有提醒性的 因為他提醒的不可能有一個平順 完全沒有挑戰的生命 所以在生命當中如果有災難 這件事情他就跟有生有死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有了災難人的反省 那才有一個比較圓滿的思維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話可以跟大家一起來思考這個問題 那在談大型的社會的一個概念或態度的轉化 我覺得這幾個點也是西方學者談到的內容 我覺得值得分享 因為在談瘡瘡的真相跟寬解 二代記者剛剛我前面說清楚的解釋周邊的訊息 跟清楚的記憶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因為他是協助個體復原的重要力量 所以怎麼樣能夠有了解代替仇恨 怎麼樣可以修補代替復原 然後給予人性的關懷然後尊重 那讓個體尤其是受害的個體 能夠回溯他的 就是說重破他的一些安全感 或者是很peaceful的心靈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事情還是要找到正確 那不能遺忘 因為那個才是找到下一個出口的重要的機會 好 那最後一章 因為剛剛大概在講說 怎麼樣減少困難 怎麼樣讓大部分的人有機會復原 跟有機會再成長 這個是個體需要努力的 那也是這個社會 或者是不管是哪個角色 大概可以一起做的 那我的一點感想先停在這邊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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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